同样也是拒绝盘查的状况 台南永康区凌晨3点多 警方发现一台白色自小客车 逆向违规行迹可疑 一路尾随在后 鸣笛蓝茶对方还加速逃逸 过弯时更疑似车速太快 一头撞到了派出所的花圃 更波及路边三台车 幸好无人受伤 但是警方怀疑男子有喝酒行径 对他事情酒测却没有超标 事后针对男子一逆向闯红灯 还有不服取缔开罚 2万3 临车台南街头 一台小客车速度飞快 呼啸而过 接着右转 在后方还有一台警车 紧紧未遂 原来驾驶为了躲避警方追气 加速逃逸 结果下一秒一头撞进派出所的花圃 驾驶整台车卡在花圃上 还连带撞击旁边的停放车辆 有三台车惨遭波及 第一台红色轿车最惨 车头几乎全毁 原即马上把肇事驾驶 26岁的灵性男子叫假车 明敌拦查 该车不接受检查 本分级远景见状 尾随四肢拦查 事发在17号凌晨3点多 当时远景巡逻 发现这台可疑车辆 在凯旋路内环车道逆向行驶 于是在后方尾随想要拦查 对方却加速逃逸 双方在大马路上追逐 最后驾驶还是自投罗网 栽进警局 全难医大陆交入主法条例 以立向行驶使闯红灯 不如计查取缔等依法告发 怀疑男子喝酒 原警对他实施酒册 酒册值没有超标 车上也没搜出不法物品 为什么要心虚逃跑 还有待进一步查证 只是光是违反的三条法规 立向行驶闯红灯 和不服取缔 也让他因此吃上 两万三千多元的罚单 得不偿失 据红不齐弹男报道